玩具去哪了? 小雨有一個玩具箱 媽媽說,玩具箱是玩具的家 玩具晚上要回家休息 所以小雨睡覺前要把玩具收回箱裡 每當小雨睡著,玩具就會開始點名 最早被小雨帶回家的是恐龍 他是一號要負責點名 最後被帶回家的是五個小兵 他們是十號 二號大象 窗邊媽媽種了很多盆小盆栽 小雨把這裡當成草原 玩大象獅子長頸鹿 小雨也很喜歡套著大嘴蛙手牛 為牠配上各種不同的聲音 但是小雨經常忘記帶牠們回家 二號大象 喵 四號獅子 牠不見了 小雨又忘記收玩具 不知道獅子又跌在哪裏 昨天已經少了兩個小兵 但我自己被丟到餐桌上 好恐怖 其他玩具都到齊了 我們睡覺吧 第二天 第二天 小雨放學回家 便打開玩具箱拿玩具 找來找去 就是找不到獅子 她問媽媽 有沒有見到我的獅子呀 媽媽說 沒有呀 你沒有把玩具收回家嗎 小雨低頭地說 咦 可能放在櫃桶 小雨心想 沒有獅子不要緊 今天可以玩小汽車和長頸鹿 這天小雨又忘記收玩具了 早上起床 小雨迷迷糊糊落床 一腳踢到小汽車 小汽車一聲 便滾到書櫃下面的小隙 媽媽 可否幫我把小汽車拿出來 小雨很著急地向媽媽求救 媽媽搖搖頭 你又忘記收玩具嗎 你先上學 放學回來再一起找小汽車 放學啦 小雨匆匆忙忙趕回家 一進門口 小雨馬上拿出手電筒 和媽媽一起趴在書櫃旁邊 照著櫃底的小隙隙 兩個人左看右看 就是看不到小汽車 奇怪 我明明看到她滾進去的 你不愛識玩具 那些玩具就離家出走啦 媽媽 再買多一輛小汽車給我 我下次一定會收好 不行啊 上次你也這樣說啦 但是你還是沒有收好 小雨想 武器車不要緊 我今天可以和大嘴蛙一起說笑話 夜晚小雨睡著了 恐龍又出來點名 大象說 不用點啦 剩下我、你、老虎 其他玩具都不見了 恐龍很生氣地說 小雨也不把玩具收好 老虎很難過地說 我好想念他們 又過了一天 小雨在玩具箱拿著玩具 一看剩下三個 她抱著老虎跑來找媽媽 媽媽 媽媽 我的玩具都不見了 因為你玩完玩具之後 都不把他們放回原位 上次你弄不見了老虎 小狗咬斷他的尾巴 我還要幫你連好老虎的尾巴 媽媽 我以後不會了 我可以再買新玩具給我 不行啊 你都不把玩具收好 我不會再幫你買玩具 小雨抱著老虎 好大聲地哭 媽媽和小雨說 如果你可以做一個負責任的小主人 玩具就會回家 這天晚上 小雨在睡覺前 把老虎放回玩具箱 對著玩具箱說 剩下這些玩具 我一定會好好愛識的 從那天開始 小雨在睡覺前 都會記得把玩具收回家 幾天之後 小雨只要放學回家 小雨就會跑去玩具箱看看 有一天 她發現多了五個小士兵 很開心地跟媽媽說 媽媽 小士兵回家了 媽媽一手拉起小雨 一手拿著小士兵說 你最近都有好好收玩具 已經是一個負責任的小主人 所以小士兵回來幫你保護其他玩具 小雨聽到媽媽的話 很開心地對著玩具箱說 以後每天睡覺前 我一定會記得把玩具收回家 連續幾天 小雨都會在睡覺前收好玩具 神奇的是 每隔一天 玩具箱就會多出一個不見了的玩具 每天晚上 恐龍又開始點名 大家都到了 盡回小汽車 獅子說 媽媽應該很快把小汽車放回來 第二天小雨驚喜地發現 小汽車回家了 玩具箱裡還多了一隻猴子 她很開心地跑去告訴媽媽 小汽車回家了 還帶了猴子這個新朋友 媽媽笑著地回答 因為小雨是一個好主人 所以玩具都很喜歡跟你回家 是你的? 你應該是小辣子 大小蝶姐 日本人